筷子 我仔细看完这篇以后 我都零表涕气了 我感动得无以复加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小嫂这样子 不离不弃 对阿贝是这样子 完全的人自义气 你如果从前面开始 我为了要帮阿贝做这个事情 我弄了一个公司 弄了一个公司以后 我要垫付 垫付了以后 我要钱你跟我不读不回 不读不回 要是我早就给你翻脸了 他居然对阿贝 还是非常的痴迷 还是认为说 这个阿贝的最后一礼路 我们还是选择陪阿贝 义无反顾拼一次 他还讲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阿贝真的是一个 认真负责很好的领袖 可是一个会者 你把所有东西爬输了之后 你觉得这个钱 他根本被坑了 因为太莫名其妙了 你看他做了多少事情 他囊括了开发设计 采购销售一大堆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还是欠人家 他帮人家带电 比如说虎克船长 返地工商 他等于是下单给他们 他们生产完之后 是这家公司 立顶公司 他要先付了这笔钱 他已经付到 没有钱跟家人借钱 所以他在12月9号 还在选举的期间 他PO了这个文 他说什么 我已经带定 带到我已经没有钱了 第二个 我手上满手的库存 我已经承受不住了 所以他打六折的情况下 出清 然后呢 出清完之后 但是他对阿贝无怨无悔 还说他是个很责任这个领导人 他说他跟他的合伙人 张先生已经用尽一切的努力 带电大部分的小物款项 交给厂商 其中我还跟亲朋好友商界 即使这个样子 我依然无怨无悔 而且为了配合阿贝 能够在9月27号 第三波小物计则会 不光他说他跟他的伙伴 不只辛劳日以继夜的加班 我还北中南东的跑透透 而且人家还没有拿到你的钱 还没赚到你的钱 他就说我们如果有赚到 我还要捐15%给你 这个日期记住 2023年12月9号 你现在来看 这个阿贝他们会给木可公司 你看会什么时间点 你看7月20号 制作选举的物品 再来制作选举物品 再来10月20号 250万 再来提到商品授权费300万 11月30号 所以换句话说 你之前汇给了木可公司 这么多钱 大概至少有700万左右的钱 结果你也没有汇给你的 所谓的立顶这家公司 没有 如果有的话 人家不会说他要带电 所以换句话说 你的竞选总部的钱 汇给了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 却没有给他的 那个凹收行公司 所以我刚讲的 我连影音制作都给你了 制作费都给你了 我连胖卡宣传租赁费都给你了 授权费制作 至少制作竞选物品的钱也给你了 咖啡和中秋礼盒也都给你了 竞选物品也都给你了 钱给你了以后 你竟然没有给这个小女孩 所以换句话说 木可公司是什么 是代收代付啊 从头到尾 他根本只是钱进来钱出去 他根本没有做到他讲的那些事情 所以今天民众党的那个声明稿 从头到尾 我认为都是有问题的 再来最可 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没有发现 所有 450万 450万 100万 这么多钱 在最后时间点不断汇出去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竞选总部 你选举结束有结余款的时候 你要不然就归国库 要不然可能你只能捐给基金会 他现在连他自己的基金会都不捐 他要透过给木可公司 而木可公司是私人的公司 他到最后拿来这笔钱 赚了这些钱 要怎么处理 是木可公司股东的事 雨雪 你昨天指引人家在科竞选总部 跟木可公司合作 合作了你说 怎么会有授权金 授权金 授权金 怎么可能有授权金 照着讲你用我的商标 你用我的头像 你用我的KP两个字 照着讲你应该给我授权金 怎么可能我给你授权金 你还指引人家说 会不会阿伯在做搞洗钱 阿伯在掏工整个竞选总部 人家今天就有解释 而且是用台湾民众党的新闻稿 人家新闻稿讲说 我的政治现金 申报给木可的授权金 是授权 木可可以代管管理的成本费用 我要寄东西 我要送货 我要礼货 我要仓储 我要客服 这么多钱 都要钱的 帮你跟五块 五块 我们全部都五块了 他说什么 授权金 一般人家概念理解 授权金应该是什么 就是我的版权 我的肖像 比如说迪士尼 要把米老鼠印在T恤上 你要不要跟他买授权金 要不要跟他买授权金 对 这是我们传统定义的 所以我要唱周杰伦的歌 我也要给周杰伦授权金 对 比喻我们现在唱都要 不行 就不行 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有买版权 结果他说不是 我的授权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把东西全部交给他代管 小物 物流 仓储 他帮我代卖 所以我总共零零总总 汇了一千三百万给他 好 保健哥 然后我们先且信为真这个概念 来 各位我们看到这张图 所以他总共有什么 授权金一笔 两百五十万 然后呢我们讲了 商品授权使用费 商品使用授权费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个文字要颠倒来 但是都一样的意思 最后再一笔授权金 四百五十万 加起来一千三百万 那理论上来讲 柯文哲叫他们做这些事情 给他这么多钱 他应该要赚非常多钱嘛 对不对 保健你知道他赚多少钱吗 赚多少钱 我算过了 咖啡啦 服饰啦 然后李林中总什么咖啡礼盒 咖啡授权 然后制作这个物品 加起来我跟讲 他总共卖出去的东西 只有四百万而已 所以有这个道理吗 保健哥 我给你一千三百万 拜托你帮我做商品 卖商品 结果你只有 只卖四百万 只有你卖出去只有四百万 我们先讲阿伯的咖啡包 阿伯的这个杯子 阿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桌店 滑鼠店 只卖了四百万 对那更怪的来了 各位好你说我授权给你 希望你帮我做竞选小物 对不对 那怎么又会有这个竞选物品的 这种费用又跑出来了 那怎么又会奇奇怪怪的 制作费一试 然后不知道你到底要 制作什么跑出来 怎么又会有我们讲 商品一批又跑出来了 因为这些都是很外付的钱阿 那理论上来讲 我授权给你 叫你处理这些事情 就直接买断阿 对不对 那怎么会是这样子 你连胖卡宣传车的 租赁费用都要付 对而且我真的很好奇耶 五六二二九百块 然后商品一批到底是什么意思 再来保健哥我们讲了 如果他是授权把这些东西 全部给木可 对不对 叫你帮我处理 帮我弄竞选小物 那木可理论上 赚了四千万 他应该一定要做一件事 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回捐 对吧 我是授权给你 请你代管帮我处理这件事情阿 所以你最后的盈利 是不是有一部分 要全部拨给我民众党做使用 所以你说 关键字眼出来了 对吧 导播再开这个字眼 今天台湾民众党想要解释 为什么我要给你授权金 如果要给你授权金 就代表木可只是一个代管公司 代为管理 如果是代为管理的话 那我们就要为下面一件事情 那你赚的所有钱 那不应该是民众党的吗 对嘛 我给你一千三百万 我当然是希望 这个一千三百万会变大 变三千九百万 对不对 然后还给我嘛 那保德哥来 我们来一个好问题 你猜猜看 最后木可公司 还给柯文哲多少钱 多少钱 零块 没有 我查过了 一毛都没有还给他 有一次木可公司 良心发现了 可是想说我吃了柯文哲 这么多钱 我应该还一点点给他吧 他寄了一百万过去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退还 柯文哲太慷慨了 一百万免啦 退去看医生 就是还还回去了 所以他就是想说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一毛都没有 给这个所谓的竞选总部 没有给民众党的话 那叫什么代管费用 那等于说这个木可公司 太好赚钱了 今天我所有的成本 你今天竞选总部帮我cover 今天赚的所有的钱 到我的口袋里面 天底下有人这样做生意的吗 所以保龄公司 我都想认识柯文哲 我都会想一件事情 我如果认识柯文哲 柯文哲说 我跟你讲 给你一千三百万的 我授权你帮我处理商品 然后我说 那我商品卖掉所得怎么办 你自己留在荷包里面就好了 都不用给我啦 什么意思 他把他的肖像权给我 他把他的商品给我 他花钱给我 那我赚到的钱 还是我自己的 太好康了吧 而且我把钱给你讲 那商品卖有够贵 我们以前是不是有讲扁帽 对 讲一些什么工厂 那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 扁帽也好 小英商号也好 他们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不是影片 宣传 对 他目的是在做政治宣传 能够让蔡英文的东西 能够让沉睡北的东西 被越多人看到越好 但柯文哲这个不是喔 来你看喔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KP 然后甚至有什么 7点半 加这个爱 我讲萧草应援都一个卖 790 一个卖 990 那很贵耶 当然很贵啊 甚至更贵的是什么 他的咖啡 我最受不了的咖啡 那你看咖啡杯一个多少 卖590 这也不便宜啊 但保留哥我跟你讲 最贵的是咖啡 又有什么 他绿挂式的一包咖啡 可能50到60块 你有看过一包50 60块绿挂式吗 而且我问一下 咖啡能有宣传效果吗 没有 我马上我在家 我抱了垃圾丢垃圾桶 我要怎么宣传 所以说照理讲 一般来讲 我是卖帽子 我卖衣服 我卖杯子 上面丢我的logo 我的mark 我可以拿来拿去以后 证明第一个 我喜欢柯P 还有让帮我变成我的宣传 对嘛 这又不是啊 他卖的东西都不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我要盈利 但盈利呢 也不是民众党赚钱 也不是柯文哲赚钱 是木可赚钱 是一家私人公司赚钱 那木可的董事长到底是谁 结果他就 原来是柯文哲高中同学 他是叫做李文中 过去呢 曾经呢 我们讲的还担任过北捷董事长 那他是由他的妹妹 各位不是李文中喔 是他的妹妹李文娟 出来说 但我就只有一个句话要问啊 你民众党干嘛帮私人公司讲那么多 因为讲了老半天 从头到尾你又没有赚他爸爸的钱 你那么激动要干嘛 不是 第一个就是这个授权费 如果你今天用了柯文哲的肖像 你用柯文哲的KP的这个字项 你到底会不会给柯文哲的钱 到底是柯文哲给你钱 还是你给柯文哲的钱 好 如果今天你说我是因为 你把我代为管理 代为管理我要理货 我要寄货 我要送货 我要仓储 我要客服 这么多钱就代表 你根本就是我的子公司 我把你cover所有的成本 那你赚的钱不应该给我吗 没有 我们也非常好奇 那赚的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对 一毛都没有给柯文哲 所以我跟我讲喔 保健公司好问题 坦白说 全世界现在没有任何人知道 只有李文中跟李文娟知道 只有柯文哲知道 鬼知道啊 那私人公司啊 难怪有人想说 这个是欧龙赛党 这是无鬼斑兵 这是把竞选总部的钱 洗到了木可公司 那木可公司最用的钱呢 对 保健公司最可怕是什么 他总共已经有四千万过去了 但你要想想看喔 因为你打开柯文哲 所有的官网里面 他都跟你讲说 哎呀 赶快来当年给我们 赞助我们 来支持我们 就点进去每个都跑到木可商店去 所以他们就讲说 除了说我们刚才讲这个洗钱 恐怕很有大的问题 很有可能会中奖之外 最主要是什么 他这个明明法条很清楚 柯文哲也很清楚 因为有什么 他只能收受政治现金啊 党费啊 补助金啊 或者是提供出版品 宣传品 换言之 这些钱理论上来讲 对 好 你说我这就是出版品 宣传品 那他这个钱金流 应该要进到哪里面 政党里面 强迫喔 我不是开玩笑喔 各位 是强制喔 你政党要卖东西 没有人说不可以喔 但你最后一定要进到政党里面 你不能这样胡搞喔 你不能说最后就放到外面 然后自己还可以提款卡 ATM插下去零五千块 出来买个咖啡 插下去三千块再拿出来 所以我反正过来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你仔细看这个帐喔 我们刚才不讲不知道 你仔细研究喔 你会发现很怪 第一个影音制作专案 首款250万 好 这个我来给你过 制作费160万 0848 我请用下保留个制作什么 制作什么 不知道 制作什么不知道 再来胖卡宣传这个注定 然后我就问一个简单问题就好了 木可公司旗下 有没有产权登记说你有胖卡车 如果没有的话 这到底是什么鬼 什么意思 我今天民众拿来要租胖卡车 我笨笨 我不会租胖卡车 所以我把钱交给木可公司 然后拿他赚一手之后 然后木可公司再去帮我找胖卡车 难道是这样子吗 来制作性选物品 咖啡礼盒 服饰等等 你想要重点了 木可公司如果没有胖卡宣传车 那他拿什么去租给人家 用谁来跟他租 那租的这个钱 不是买空 人家是买空卖空 你是卖空买空 就认诚 宝典哥你看胖卡这个至少 还要写一个名词出来 他这个直接不给你演了 租车费 他就租车费120万 你有车可以租人家吗 不是 对 他会说租车费 木可公司可以做租车费 对 他们 新营租车事务 对 我就问你嘛 你心上有没有登记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账目我坦白讲啦 从头到尾 我就觉得越看越奇怪 到底是真的假的 说清楚讲明白 好 所以慧城 这到底怎么回事 是 宝典哥我跟你讲 现在我们大概先理一下 就是一般的政治人物 他们通常是 比如说选举的时候 我有政治收现金 然后你捐钱给我 对不对 我会给你一个小物 比如说毛巾这些 艺术艺术 艺术艺术 这个东西是我请人 制作厂商做完 然后做完 但是所有钱 全部都置到我这个 政治账户里面嘛 然后另外一种 就是说扁帽工厂 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些小物 直接跟扁帽工厂买 赚的也是扁帽工厂的 但是扁帽工厂 可能到最后 会用政治献金的方式 再捐给我阿扁 或其他的方式 现在最可 最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科并在弄这件事情 是两个混在一起的 怎么说 那重点是 他这个钱不清不楚 我跟你讲 我甚至怀疑整个这一张 全部都是造假的 我们来讲 我们就来讲 比如说你说咖啡盒 中秋礼盒 入咖啡礼盒 这些东西 我问你 既然木可公司 已经有电商平台 小草要买咖啡 钱应该是直接进的 他觉得小草都直接买 对 直接木可公司 请问一下 你竞选总部 为什么买了 1300多万的咖啡 跟衣服 跟这些东西 你又不是卖给小草的 小草是直接跟木可买 那你这些竞选总部 你买这些东西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你能送吗 对啊 不能送啊 因为送的话不能超过30块 超过30块就会选啊 所以 现在他先拼凑这些喔 你买了110几万的咖啡礼盒 你买了122万的咖啡 你买了250万的衣服 你买这些东西干嘛 我问你 你干嘛 是不是 是不是很奇怪 而且我再问一句 所以刚刚雨萱本来认为 中间有问题 是那1300多万的授权金有问题 你是觉得 这4000多万都有问题 是啊 这4000多万都可能是洗钱 这4000多万都有可能是 掏空竞选总部的钱 是把竞选总部的钱 歐龙赛道 掃出来的 对啊 因为我就说嘛 小草如果要买咖啡 要买衣服 钱是进到木可公司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他们竞选总部的钱 亏钱给一个木可公司的 对 那我问你 你没事 你又不是说人家钱 直接进到你的那个 进总部 然后你就买断 然后再送 不是啊 因为你已经有木可公司了嘛 所以如果木可只是你的代工厂 你今天所有的订货买货 都在竞选总部 那合理 那我就等于说 我今天付给木可公司公司 你的成本 我该给你的成本 该给你的钱 没有 可是不对啊 我们看到的是 你不管是要捐钱 不管是要买东西 都是跟木可公司买的 然后第二件事情 既然你竞选总部 你买了那个一千多万的 加起来大概一千多万的 这些什么咖啡衣服这些 那你这些东西是拿去送人吗 还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些衣服 这根本只是数字来数字去 谁会知道 不然你现在你的竞选总 因为小草要买都直接 跟木可直接买了 那你竞选总部 那木可公司多肥啊 小草一批钱进到木可公司 你要买咖啡 你要买咖啡杯 你要买咖啡杯 你要买衣服 你要买任何东西 木可公司已经收了一笔账 收完一笔账之后 阿伯又这么好 阿伯用这么多东西 又进到木可公司 对 而且我问你 这个他阿伯又买了 一千多多东西的衣服咖啡 给木可公司对不对 那木可公司有没有出货 谁知道 他有没有出货 谁知道 好 那再来 因为木可公司是民营企业公司 木可公司 到底光是阿伯这一团选举 赚了多少钱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现在我跟你讲 我觉得整个都一团很奇怪 可是犯法吗 我个人觉得 因为你知道我们跑财经也 一二十年 施松哥也跑很久 你有看过这种账吗 更何况 我跟你讲 他整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我刚刚不是说吗 选举就两种嘛 一种就是我买断嘛 你只是我待工厂嘛 那如果是我买断 你只是我待工厂 怎么会有授权费这件事情嘛 所以授权费这件事情很奇怪 就矛盾了 就矛盾了 那如果你是走第二种 就是扁帽工厂这一种 那授权费也是应该你给阿扁 也不是人家扁帽 那个是完全没有授权费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走第二种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 买咖啡这件事情 因为要买的人 就直接跟扁帽买啦 就直接跟木可买啦 所以他把两个东西换在一起耶 所以你什么账都会 什么钱都敢用 我大胆揣测 你这个一千多万买咖啡买衣服的 根本也只是账上数字往来 你如果真的有这个东西买 如果有的话 那你也不能送嘛 那人家小草也是买嘛 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很奇怪 再来 保杰哥你以为只到这里吗 没有吗 我跟你讲他夸张的还在后面 最夸张 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夸张的 怎么样夸张 你看喔 他说 这个所谓的授权金 是带什么礼货啦 寄货啦 送货啦 仓储客服 是属于是授权啊 实为委托作业管理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另外一张是有一个 邱小姐 她在2023年12月9号的时候 对 她12月9号那时候还在选举喔 她说什么 大家好 我是邱某某 今年26岁 我跟我朋友 其实讲白了她们就是小草啦 她们跟她的伙伴 成立了一家叫 立顶整合行销公司 她们从8月1号开始 跟木可公司合作 制作主席的桌边商品 我们难过开发设计采购销售 我也经手木可商品公司 上架及拟定配套组合 相关社群建制喔 那我问你所有东西都是这家 那个立顶公司在做的 请问你木可公司做什么 你到底做什么 而且我跟你讲 而且这是2023年12月9号 当时他们认为我是做对的事情 还很骄傲的把这个弄出来 结果现在变成成堂正购 宝杰哥你知道为什么 PO这一个吗 因为所有 因为他是设计什么的 所有他发包给人家衣服 买茶叶这些 他们先带电钱的 他们这个team先带电钱的 他发这个文的时候是说 我们已经带电到 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我们跟家人借钱来弄这个 然后他说他为了货款的是 跟你木可公司的一个 李什么小姐 反正李轩可还是李可轩小姐 他说我与团队无所不用其极 凑出大部分的款项先行垫付 然后他还造成各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承担了大部分的成本 然后再来 他说我们跟你这个木可公司的 李婉轩小姐 还有伙伴的那个洽谈 结果到后来 你已读不回 不读不回 所以等于是到最后 你知道这个小 这个他们为什么PO这些 他去吃别人 等于他欠人家货款 现在柯文哲已经有三大案 在自己的身上了 刚刚讲的金华城案 包括北思科的案子 还有刚刚讲的台志光的案子 可以说现在 他问题最大的 最严重的 而且涉及洗钱的 居然他在这个竞选期间 弄了一个叫做木可公关 木可公关就是柯公关 公关里面 我们知道 台湾对这个政治现金 对这个钱 是管制非常严格的 你A是A的钱 B是B的钱 就你现在发现说 现在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跟木可公关的这个钱 账目怪怪的 保安哥我们讲 阿伯真的出事了 但我们讲出事 反而不是三大案 反而是这个洗钱案 我们讲最有可能 最正确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 这是柯文哲现在 现在官网 他说你要斗内给我们 改变开始的时刻 来讲 政治现金法 讲了一大堆 讲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结果保安哥你知道 最后面票出来 竟然是什么 木可好店 木可好店 那木可好店 对没有 因为你看 抖内给我们就只有这个按键 按下去 抖内给我们 跑出这一页 就只有这个木可好店 但是怪啦 那我想他应该讲说 不对啊 陈水扁以前也是这样干啊 陈水扁也有扁茂工厂 阿扁也有相关东西 对 但保安哥你知道 这是两回事喔 你要捐款的给阿扁 阿扁当然讲 他有一个佛罗摩萨基金会 那是佛罗摩萨基金会 他有竞选专户 有竞选专户 他今天扁茂工厂 扁茂工厂是一回事 这三个帐 是要切干净的 对吧 你讲到重点就是说 我今天要捐款给阿扁 对不对 这个叫做政治现金 那他就要进到了 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 或进到柯文哲政治现金专户 我今天要支持柯文哲的商品 我就要去木可好店 去这边消费 这两笔钱是完全分开了 那木可好店 他唯一可以做一件事情 他可以因为柯文哲授权 给他的肖像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些钱 回捐给柯文哲 说我提供政治现金给你 我提供授权金给你 但重点要 要回到他的政治现金专户 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钱是大家捐给你的 那进到这个政治现金专户的时候 你每一笔钱的御用 都要在大家的眼皮底下 而且政治现金他也只能 花在政治用途上 所以这个政党法跟政治现金法 其实规范的非常清楚 代表了一个离奇的来了 最后面你知道 钱是谁给谁吗 反而是柯文哲 继续在给这个木可好店 来各位你仔细看 这是木可好店 今年的总益 授权 总共多少 4000万元 结果授权金250万元 谁给他授权金 柯文哲给他授权金 民众党给木可公关授权金 然后呢 你看看 可是不是跟木可公关给民众党 跟给柯文哲钱吗 对颠倒了 就你看商品授权使用费 商品授权使用费 结果还有什么 授权金就监察院算过了 总共柯文哲给了他 大概1200万到1300万之间 是柯给他 对光授权金就这么多权 那你这不是颠倒了吗 你这不是乱了吗 就是我柯文哲的头 我柯文哲的肖像 然后呢 我自己要使用 但不好意思 因为有一个木可公关 不是大家为什么要去买这个帽子 是上面有KP KP就是柯文哲 那我要给柯文哲 那是冲着柯文哲来的 那照理讲说 你做这个木可公关 应该给柯文哲钱天经地义啊 反了反了反了 反了 不是柯文哲不是这样玩的嘛 我跟你讲啦 我是主席 我跟民众党 我们要用这个衣服嘛 然后我们搞了一个叫做木可公司 有这个KP 对不对 结果我反过头来 柯文哲跟民众党 我们要给这个木可公司 这会这样子 我怎么知道 就柯文哲这样搞 就只有他这样搞 真的这样搞吗 他就这样搞 就违背逻辑 而且1200万1300万 所以这时候大家就讲说 你这个摆明就是我们讲的 可能会有一些洗钱的问题嘛 否则你怎么解释说 就算你这是木可好店 也是他赚到了钱 贩售你的商品 把这钱给你 怎么会是说 我还花了大把大把 欸各位你再看一次 他总共花多少钱 哇一大堆钱 在这个木可公司上面 来你看喔 全部这都是木可公司 他所换到的钱 影音制作啦 制作费啦 然后授权金啦 咖啡利盒啦 来 保际哥最怪的是这个 返还 返还 返还什么 100万元 代表说 原本木可公关公司 他身材干了什么事情 他回捐 他对你说 我赚了柯文哲很多钱 那我再提供这个100万呢 给柯文哲做使用 结果柯文哲把他说 这个稍微我没了 我拿回去 所以这很奇怪啊 你怎么会说这边跟他消费 然后这边又要捐钱给他 然后最后把他推回来 两边根本当作左手换右手 在那边丢来丢去嘛 我可以跟你道理 可是我非常好奇 那你这个4000万 4063万2623元 这个钱进到哪里 这个钱进到哪个户头 然后这个钱是不用 这个钱谁可以用 保际哥 你问多了 你知道什么吗 就你管不着啊 那是民间公司 你管人家干嘛 他随便一个户头 像我手机有一个APP 我有企业账户 我一件就可以转账 我一件就可以提理 那请问一下 要受到任何法规监督吗 不用 不用啊 所以各位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一个政治人物怎么可以搞这个 然后在那边东转西转 然后还给他授权金 然后最后这个东西 各位啊 完全不用受到监督 所以我跟你讲 各位认识者 不用监督没关系 今天草原监督不了的没关系 但检掉绝对会找上你 你看你从2000年 开始跑总统大选 2000年你就看着 整个扁帽工厂的成长 他到底怎么回事 弄了一个木口公司 卖了这个帽子 卖了T恤 卖了茶杯 甚至连茶包都卖 咖啡包都卖 结果这个钱 不是进到捐款账户 还有今天授权费 到底谁给谁 法杰哥因为现在是这样 政治人物你有charisma 你有那个风潮 大家喜欢你要追星 包括以前马英九也有 我们卖一些马的东西 9万有没有 就等这个一个麻将的一个调室 最有名的就是阿扁当时的扁帽工厂 那我先跟大家讲 扁帽工厂一开始 在阿扁总部有卖 后来又成立一个扁帽工厂 罗文家去弄的 因为他有一个这个 罗顺胜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 法杰哥你要知道 我现在没看懂 因为这新闻才刚出来 我也还在问这个民众党 我刚问民众党几个人 都没有给我回答 没人回答你 我不太理解了 我现在不能直接讲出问题 但我发现 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在哪里 那我们先看 这一次叫做什么 叫做柯P小物 对不对 我支持柯P的这些小草也好 或是民众党支持也好 我喜欢柯P啊 我用柯P的这个 对不对 我戴柯P的帽子 我穿柯P的T恤 去哪里买 去这个木格公司 就在这里 来 宝哲哥你看这个 我要买马克杯 我要买帽子 摩特尔是谁 摩特尔是柯文哲啊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叫做木格公司 Muco 这个公司他在卖这个东西 那请问钱是进哪里 就进这家公司嘛 因为如果你是总部 卖的话钱就进总部 对不对 所以如果总部 我今天跟木格公司 请你制作 我跟你大批大批的 几万份的买到总部来卖 那我是不是就要给公司钱 这很合逻辑嘛 制造成本啊 对 但如果说我授权给 比方别帽工厂 后来还自己成立 别帽工厂呢 我去别帽工厂买东西 我就付钱给别帽工厂嘛 可是他是 阿扁授权给他 只有他才能做 后来还有仿冒品 大家警察去抓耶 所以你要买 柯文哲的KP小物 唯一授权的 官方的这个管道 就是这个柯P小物 这个柯P的木格工厂嘛 那木格之家 他卖的这个东西 是柯文哲授权的东西 那应该是 他给柯文哲授权金才对啊 对啊 木格给柯文哲钱啊 我们今天要唱 这个李宗盛的歌 周权的歌 我要给他钱才对啊 怎么会我今天唱 周权的歌 周权也给我钱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来把这个 刚刚雨显在讲这个 我看了 我不会每一笔都跟你计较 但我对于其中四笔 我觉得我看不太懂 你说授权金 对 因为他这个是有时序的 他第一笔给了授权金 你去看 他是在这个去年的 6月20号的第一次 他写宣传支出 后面写授权金 一次就给250万 有没有 第六笔 第四笔 250万的授权金 那这里看起来是 竞权总部 给这家木可公关 250万的授权金 这我看不懂 因为照理讲的话 如果这家木可公司 要生产 柯文哲的相关的产品 每个都硬科批 然后只有我能做 别人如果做的话 还侵权 那谁要授权 给这家公司做 是柯文哲 所以照理讲 应该是他给柯文哲这笔钱 或者是柯文哲 他就免费授权给你 这个保证在这里 如果说今天我是代工 我帮你做帽子 我帮你做衣服 我帮你做杯子 那今天柯文哲你要卖 等于说你今天是台积电 你要付我成本 可是今天不是 今天是前进到 我如果是跟木可公司卖 那就是木可公司 要给柯文哲授权金 所以我才告诉你 为什么开这个网页 因为证明这些东西 是在这家木可的网页买的 他不是去跟柯文哲总部买的 现在这个网页都还在卖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没有柯总部大笔钱 去跟这家公司 把货品买来以后 我载我的总部转卖的问题 对不对 这其一其二 我刚刚讲的授权金一次给250万 他没有讲细节 我看不太懂 他不是只有这一笔 后面到了 你注意看往下走 有没有 到了这个后来 商品授权使用费 第13跟第14次 去年11月30跟12月20 两笔加起来600万 一次又给了600万 你现在已经给他授权金了 你后来又给他两笔以后 最后再选钱的 1月10号的时候 招品使用授权费 对1月10号的时候 最下面那笔最多 450万有没有 所以你看这样加起来 总共1300万 都没有别的 都叫授权金 所以柯文哲等于 分4次给了这家木可公司 做柯文哲商品 上架卖东西 还赚钱 赚了钱以后 那这个钱是进到这家公司 不是进柯文哲总部 但你却给了他1300万的授权费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今天Michael Jordan叫Nike 做那个Jordan 結果Michael Jordan 一直付给Nike钱 因为你用我的logo做了鞋子以后 我每隔几个月 我就感谢你 我就给你钱 叫授权金 觀眾朋友我现在目前不理解 我今天讲的东西 是完全从过往的 包含马英九跟成人扁 他们的这种选举模式来讲 看起来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以前是 我今天进行总部 我没有制作能力 我找了外面的工厂 他会有个状况 比如像马英九的东西 你根本不知道哪里做的 你就到马英九总部去买就好了 就在巴德路二段234号 所以你去那里 你就可以买到那些小物 小马啦 或者是那些吊饰 那他找谁做了 找人家做 他要付钱给他 对 所以你知道不知道 你会给他钱 叫做商品 制作费 可是柯文哲这边写的 或许是 或许是我们看不懂 可是这四笔 很简单吧 我就讲 这四笔他都写授权金 而且是柯文哲给木可公司 不是木可公司给柯文哲 然后一次支出了 这样加起来 总共1300万 目前为止 我光是看账面 我真的看不懂 所以 这到底怎么回事 老杰哥我跟你讲 光是从这个 你看你就觉得莫名其妙 250万是授权金 授权什么东西 是授权我的肖像 还是授权什么东西 没有讲清楚 再来300万 商品授权使用费 我已经授权给你了 我给你买 你这个商品去卖 什么叫做商品授权使用费啊 是使用什么 使用商品 还是使用授权 再来下面还有 制作竞选物品 450万 这也很奇怪哦 所以我是跟你 这450万买这商品吗 我跟你讲 他这张表 从头到我都看不懂 你到底1350万 你是在买什么东西 还是支出什么 看不懂 你知道这个很有问题 而且你会发现 很有趣的是什么 其他的很清楚 什么咖啡里 就100 咖啡里合112万 然后什么什么 服饰251万 这个其实 你大概知道 他是买服饰的钱 买什么钱 其他的东西 你都看不懂 如果你的咖啡 有咖啡的钱 衣服有衣服的钱 请问你授权金 是授权什么 而且我也不懂是 胖卡宣传车租任 你是宣传车公司吗 你是出租车公司吗 你怎么会有 胖卡宣传车租任的费用呢 因为制作费 制作什么东西 你也没讲啊 所以现在真的 我觉得他这个 从头到尾 这张表的目的 只是说 我有4000万 进入到这家公司 那你给这家公司 赚了这么多钱 那为什么 目的何在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们会把它想成 是跟扁帽工厂 有关系嘛 那你要知道 当时的扁帽工厂 是一家扁帽一族公司 他所弄的 那后来事实上 就是阿扁的一些相关的新闻 就是一些 弊案在查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查到一个东西 就是扁帽一族 曾经汇了 一笔500多万 一笔800多万 就是传闻是汇到国外 然后是好像是阿扁 儿子相关的一个户头里面 但这个东西 后来怎么样不知道 但可以确认一件事情是 他们后来就说 那个扁帽一族赚的钱 后来可能是会用 所谓的政治先进的方式 回到阿扁 因为是他这样才能支付 那个一个竞选费用嘛 所以换句话说 扁帽一族的存在 是为了要去赚这些钱 然后回捐给阿扁的竞选的 一个使用 第二件事情 重点在这里 你如果回捐 你要进到哪里 如果进到阿扁 私人口袋也不行 如果进到了阿扁的 所谓的竞选的清费里面 那是一个公开账户 那个才可以被公开监督 这个才是愚法有据的 是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看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个是 他们一开始是这样 这个民众党他们推出科批 他一开始是要 小物兑换进入科文哲的 竞选官方网站 点选下方的捐款换小物 然后再怎么样 然后后来他也就是说 他一开始是你捐款给我科批 但是让你有这个 所谓的科批币 然后你用这个科批币 去兑换这个小物 后来第二波第三波的时候 不这样用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延伸出的行政费用太多 才变成最后一个版本 就是刚刚讲的 你直接去木可公安公司下单 我们知道金华城案 已经列为 贪户自罪条例明的他之案 现在科文哲已经被列为被告 你会觉得那就是检察官在办吗 可是重点是 你要看到台北市政府的态度 你要看到台北市的资料 台北市的态度跟资料 是不是真的 可以入科文哲于罪 那现在 以前台北市政府 对这个都婚容陌生 以前台北政府 根本不愿意公布这些资料 可是现在 都已经把这些资料给公布了 甚至公布的时候 他说是由科文哲 前市长 亲自签合决行 公开展示的个案清策 关于清策里面 这个西部内容 更可怕的是 这里面创造很多的尾仪 而这个尾仪 唯一都是科文哲创造的 而这些唯一 都有明显的图利事实 本来跟过去台北市政府 一直担忧说 我如果办了科文哲 会不会也损集到 我自己底下的公务员 现在他们已经不管了 真的出重拳 为什么出重拳了 因为清策这两个字 根本不是简舒培讲出来的 请问一下是谁讲出来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文件 你仔细看 台北市政府直接说 科文哲清签决行 而且个案清策 共贵席参考 换一次我直接跳楼大拍 把所有科文哲做角色的证据 做角色的过程 通通提供给谁 之前科文哲是想说 那跟我没有关系 那是经过很多的 都发委员会的审议 那有专案小组的审议 甚至有都委会的这个审议 跟我哪有关系 可是今天看到台北市政府 都发局提供的资料 很明显是科文哲前市长 亲自签和决行 而且简舒培 还一个一个系组给你听说 到底他亲自签什么 我跟各位讲 直接就一句话重点 没有科文哲 就没有金华城隆基案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是亲自由民间所送的都更案 或者是 怎么可能可以打电话 给电视市长说 我家想要都更 我家想要增加隆基 马上就跟你讲 所以这是唯一一个 再第二件事情 他也是唯一在任内 替这些我们讲的金华城 召开专家学者咨询会议 换言之你送案第一次 读他去博会也不过 对不对 保留根知道他怎么干嘛 我找老师来教你 我叫委员来教你 以前台北市这些都更案 或者是这些这个案 没有民间机关提送的都市计划 变更案 是唯一的 柯文哲任内唯一 由民间机关提送的都市计划 变更案 换言之白话文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私人的公司 我想要都更 然后我送进去台北市政府 结果市长亲自帮你安排服务 我市长当专员帮你接待 帮你处理这个案件 而且过程当中 你如果不懂 你如果不会 我还炒专家学者来帮你护航 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仔细到一个点 每个时间点 柯文哲都有盖印章 柯文哲都有签名 包括他接受到金华城 包括到后来 要求都发局召开我们讲的 都委会跟都省会 包括到后来的 甚至亲自的公告公站 全部都有谁 都有柯文哲的签名 所以保洁哥 这件事情 柯文哲要跑 根本不可能跑得掉 而且刚刚讲的 他说这个 我觉得台北政府 讲得非常非常的仔细 他这么讲说 这所有的东西 都是唯一的 而且你特别找了 学者专家 咨询委员 咨询会议 搞到半天其他 都没有这种待遇 当然没有 为什么 因为其实彭正生 讲了一句大白话 他说如果今天呢 要送到突发局去督審会呢 一般的官员 一般的市府官员 根本不能够要求说我要他送就送 换言之 这应该是有整个我们讲的 都发局 或者是说整个主管机关 自己做判定 但请问这个个案是这样吗 不是哦 是柯文哲交办说 请都发局来进行審理这个案件 而审理之后 保洁哥你知道都发局 第一次做什么裁定吗 驳回 他说这案件根本不符合都发局 我怎么帮你审 结果后来柯文哲说什么 好不符合是不是 我让京华城再送一次计划 而这个计划这一次 需要你都发局找专家学者 也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唯一的咨询唯一好好的教他 跟他讲怎么送 跟他讲怎么处理 最后面反而言之 这个叫什么 我就是要让他过 我就是要让京华城过 可是之前彭正生不是怀疑 他们讲嘛 这个所有的负责要谁 是彭正生负责 因为他是都发会的 都委会的所任委员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彭正生之前本来指责 他说他有人讲暗示 是柯文哲叫我做的 可是彭正生没有 我没有把责任推给柯文哲 彭正生有 他讲两件事情最关键 彭正生有推给柯文哲 对 我跟你讲 他跟减苏培那叫唱双王 为什么 因为减苏培第一时间讲说 彭正生说东西都是柯文哲签的 彭正生马上跳出来否认 那保险哥我请问一下 如果没有减苏培这一枪 如果没有减苏培这一炮 请问一下彭正生 会接受联合报的专访 有办法接受媒体专访 把整个事情讲清楚吗 他最近都没有接受专访 当然没办法 他最近都没有讲话 因为他突然跑出来讲话 因为你自己突然讲话的人叫说 你有畏罪嫌疑喔 这是很不可情理嘛 所以彭正生讲了两件关键事情 第一 他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拍板 是因为有一个叫做 最高首长的行政裁量权 那请问一下保险哥 最高首长行政裁量权是谁 那就柯文哲啊 他等于把一个锅都推给柯文哲嘛 先生人家讲 你说我推给柯文哲 我说没有 我没有讲柯文哲三个字 可是 我有讲 最高首长的裁量权 再第二件事情 彭正生在把这个锅推给谁 他说我跟你讲啊 这个案件我根本不清楚啊 那我后来怎么知道呢 我是因为看到结果啊 就是都已经审完之后呢 我说 这个有符合都市容积奖律要件吗 感觉没有符合法律啊 都发局才回复我说 是都发局处理的 而且是柯文哲交办的 而且最后还说 如果呢这个审议的过程当中 一切结果要用柯文哲拍板 所以彭正生他等于刀切豆腐两面框 一下推给柯文哲 一下推给柯文哲 都跟他没关系 但不重要为什么 因为很显而易见的 如果这个金华城案从接收这个案件 到审查这个案件 到最后拍板这个案件 都是由柯文哲一个人做主导 那我请问一下宝杰哥 他能脱得了关系吗 脱不了 当然脱不了关系嘛 可是他讲说跟我没有关啊 对 我跟你讲 宝杰哥最妙的在这边 你知道吗 柯文哲其实在2011年 2021年的时候 11月11号 那个时候也接受到咨询 但有趣的是什么 事实上金华城这个案件 是在2021年 10月份 就已经通过了 换一次那是通过隔一个月 你知道那时候谁咨询他吗 苗伯雅咨询柯文哲 就你知道柯文哲说什么吗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就各位看到这方面 他说我都不知道 好好笑 案件你接收 你接收挂号的 他说我不知道 然后呢明明是你要求召开督省会 我不知道 明明是我们讲的 你拍板说要公安公展 最后是你拍板定案 说让金华城 融计奖率可以到840% 当下他隔一个月 他说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宝杰哥请问一下 他知道什么 死地五银三百两 做贼心虚嘛 你不然你就直接大大方方 如现在讲的 这个案子没有问题 就我处理的啊 彭晨处理都可以 为什么当时柯文哲说要都说不知道 这个就是明白的在说谎啊 因为这个时间点各位 11月11号 案件是10月通过 换言之 如果全程柯文哲都有参与 都有盖章 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应该说 我知道 这个苗柏尔委员 苗柏尔委员 你讲错了 这个案件不是想你讲的这样 他是用都市条例的什么 三项龙基创色奖励等等的 他应该要抑正延迟的博士 结果没有 所以很显得一件事情 柯文哲从头到都知道 这个案件有问题 当下用骗的 现在用凹的 但准备进去里面面对检调 你恐怕解释都解释不清 柯文哲这个新华城的案子 虽然检调已经把它列为 所谓的贪污治罪条例的他治案 可是真正关键干嘛 台北政府到底要不要把 资料弄出来 要把事情给你清楚 第二个就是 这个最关键的人物彭正生 你到底要不要一间承担 还是你要去推给柯文哲 那当然之前 他跟减苏培之间 有一些所谓的矛盾 是不假的 我没有去推给柯文哲 可是你的治理行间 都是上面交代的 跟你没有关系 你的上面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叫做柯文哲 好 那庙就在这里 现在难道台北市政府 现在彭正生都已经转变 都要跳船 然后这个跳船 这个转变 对柯文哲非常不利吗 是 有可能 柯文哲 这最后的一根稻草是什么 就是蒋舍府丢出来相关的公文 我问你 彭正生说 他跟简苏培讲的这些东西 但是真正有杀伤力什么 就是盖的那个章 那个章一出来 之后人家发现说 对耶 虽然彭正生说 我没有说柯文哲亲签 但是是谁盖的那个章 不是就是你柯文哲 如果说这公文没有出的话 还陷入好像 跟公说公有理婆说有婆理 简苏培讲的到底是不是 言过其实 其实还不知道 没有想到那个公文一出来之后 不是就实打实吗 从头到尾 其实彭正生是讲的说 我没有讲亲签 但是他意思就是说 谁拍板定爱 谁决定 当然就是柯文哲 而且刚才讲的 彭正生现在的态度为妙是 第一个 他已经愿意 他本来是不要去 这个所谓的市议会的 专业调小组 现在他要去了 而且这两天 我们也听到了消息 现在检调单位 其实已经有动作了 检调单位 其实已经约谈了周边的人了 大家都已经感觉到 那个杀戮的味道了 当彭正生首先主动打电话给简淑培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他已经要丢包柯文哲了 本来过去这段时间 那个大家都没有提到彭正生 而且彭正生为什么 忽然之间打电话给简淑培 是不是看到了所谓郑文燦的案子 是不是发现这个郑文燦案子 被押进去之后 下一个大家在讨论的就是柯文哲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因为大家都说 那个郑文燦被押的时候 是他生日的时候 当时柯文哲生日 就我们知道嘛 就昨天还前天的就过了 但你要知道 彭正生打电话给简淑培的时候 是柯文哲生日还没有过的时候 所以换句话说 彭正生是不是也认为 柯文哲他可能被检掉约谈的时间 已经进入倒数计时 这个时间点他代表什么意思 我有意愿喔 我有意愿 从所谓的你们本来把我 只认为跟柯文哲是异我的 我现在要到议院讲清楚 到议会讲出人家把什么意思 我愿意变成证人 我觉得他在某一种程度上是对 检掉释放出这样的讯息 你如果来约谈我 我会坦白重宽 而且你说彭正生这种就是老公务员 这种老公务员 其实他们都早就做好防护的措施了 还记得那个李树德 他到底为什么会被判一审有罪吗 就是因为他盖了那个章 签了那个公文啊 结果后来他就说上面都已经弹好了 然后就盖了这个章 所以彭正生很清楚的知道 章不能随便盖 所以呢 为什么到最后 这个是柯文哲盖那个章 因为彭正生说 这个东西有语法没有据 所以呢 这个要由最高的行政首长 财良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 我觉得彭正生真的是老狐狸 所以彭正生那个时候 叫柯文哲去盖那个章 他已经把责任卸掉一大半了 是 他其实就是以退为进 以说你是最高行政首长之谜 让柯文哲在这个地方上化压 所以这个章一盖之后 柯文哲再也逃不了 而在这种情况 其实我认为 彭正生某种程度上 在那个北市府期间 他应该是有点投其所好 他认为柯文哲应该是 想要跟金华真这个部分 进行某一种就是合作 但是呢 他最厉害的一件事 其实他投其所好的情况之下 他又让柯文哲在这个公文上化压 所以现在变成柯文哲你要甩都甩不掉 而且最夸张一件事情 现在被人家发出来 哎 竟然在2021年的2月的时候 谁变成都发局局长黄一平 黄一平这个人是谁 他在2020年的8月到2021年的1月 他都是中工的董事长特助 那我请问你 中工跟金华成是什么关系 同一个老板啊 对啊 所以换句话说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老板的这个公司的董事长特助 在你们这个都发局还在那边弄那些事情的时候 他本来是这个特助 结果你突然之间过了一个年 这个特助就变成是你都发局的局长 而你们都发局手上最大利益的案子是什么案子 就是这个集团的案子啊 所以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什么叫瓜田里下 你现在不仅没有跟财团切割距离 你还把财团里面的董事长特助 让他张开大门 让他直接坐证在你台北市政府里面的都发局 虽然黄一平他现在出来说明 他说我从那个当都发局之后 我再也没有去关心过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你去看我的公文 我都请假啊 我都没有出席了 他说我都请假 他说我唯一 那不就此地唯一三百两毛 所以呢 他说我唯一有 我唯一有在公文上盖章的是什么 是2021年9月 后来因为整个都委会都已经通过了 所以我是依法公告 结果人家现在议员出来讲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很奇怪吗 因为你明明是都发局局长 结果这个案子你从头到尾都没出席 后来搞老板前原来 天哪原来你就是 金华城里面相关集团契烟里面 董事长特助 然后你摇身一变 竟然从利害关系人 变成是主角这个案子的主要手管 神啊是你 鬼啊是你 那这个柯文哲把这个黄一平 变成是你台北市政府都发局的局长 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跟鬼拿药铁吗 到现在黄一平 还是蒋万安知事政府里面的公务局局长 所以我觉得里面千丝万里的关系 真的要出来讲清楚 好 今天台北政府回复了这个什么的 市议会有关于这个金华城 专案调查小组这个公文 真的至关重要吗 要提出的两个唯一 第一个他确定是由柯文哲倾迁决行 第二个是他有两个唯一 第一个唯一是柯市府时代变 唯一由民间提出来的 所谓的都市计划变更案 第二个就是唯一由柯市府任内 这个案子还特别召开了 专家学者的研讨会的 老杰哥 重点在这里 因为整个事情爬出到这里 我们就要去追究那20%的容金奖励 到底为什么给 很简单 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对一般的 观众朋友来讲太复杂了 就是柯文哲有没有涉嫌土利 就在于他给金华城最后多出来那20% 因为金华城最后拿到了840%很高 那大家就想说为什么那么高 不是只有392只有560吗 好 那倒回这个工业用地 变成商业第三用地的时候 392变560 在郝龙斌时代的时候不能再高了 可是呢 郝龙斌认为你1991年取得用地的时候 只是392 他连560都不给 所以他就是所死在392 因为金华城要重建嘛 他觉得说经营不散 我要盖一个金华广场 本来是金华城 但是呢 柯文哲不但让他恢复到560 他两阶段喔 他在第二任期 就是2018到2022年这一次呢 他还让金华城 他的重盖金华广场上拿到840 那840里面 30%是金华城出钱买的 我们就不讲了 就讲这20% 20%是政府给他这个特殊 任性城市的20%的容金奖励 是开这个都审会做成的结果 但是问题是 法学科这很清楚嘛 计划城是自己拆的 他并不是围老 所以不符合都根条例 所以计划城是用民间 刚会在讲 他自己送了个计划以后 政府开会 然后给他通过 然后冠军来了 我把时间讲清楚了 2021年11月11号 那一天苗博文哲就讲说 就我刚讲的嘛 这也不是围老 这也不符合都根条例 为什么市政府你给他这么多荣誓奖励 要到840% 多给的这些20% 谁决定的 柯文哲在现场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不知道 对对对 就是这个影片 来导播直接来看 他问他说你看 这个又不是围老 也不是杜根 你怎么给他 我不知道 好那柯文哲当时的说法 现在留下了会议记录嘛 对不对 台北市议会当中 当议员询问 为什么给这20%的时候 柯文哲前市长 他的说法是 我不知道 但问题是现在简素肥去跟 好龙 不是好龙对不起 蒋万安市府 调出来的资料 他讲说 这个都是柯文哲亲签的啊 那你亲签的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给这20% 可能会有徒弟的问题 可能我们现在不敢讲死 但是刚刚那个画面 那你既然 2021年阿苗问你的时候 你说你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简素肥找到的公文 里面市政府回复是说 是你亲签的 所以你是你亲签 亲签决心 那你既然是你亲签 你就不会不知道 因为整个市政府 柯文哲的8年 只有这个case 是由这个金华城 厂商自己送过来 要增加20%容器奖励 另外买30% 这么大的一个case 市长你到底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 雨萱 今天柯文哲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特别谈到了金华城 对啦 徒弟啦 在哪个地方不合法 他特别讲到 这个是根据了所谓的 都委会審议的 有这么多人 难道这50几个人 你全部要抓起来吗 讲的雨萱丹封信 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样子 但问题是 你现在明明有三个案子 你有金华城案 你有北施克的案子 你有台施光的案子 可是他全天 全部聚焦在金华城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因为柯文哲知道 金华城案是三大案中 里面最危险的 最危险 而且你知道他怎么知道 他看了告恩案的判例之后 他才搞清楚状况 为什么 所以他的 生死门出来了 对 就是在金华城 因为原本呢 他看了告恩案子 想说不对 告恩案子发生什么事情 50块给你抓出来 390块给你抓出来 换言之 不管你用什么 眉眉咖咖过的时候 嫩扛嫩扛 想尽办法去藏的 检调通通都会吵出来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告恩案 在案件当中 序里面有没有任何人被判刑 而且必须要去发监执行 没有 全部都还刑嘛 所以柯文哲 原本为什么一直在讲说 哎呀 我有杜委会啊 我们大家都共同做决策 集体决策 事实上他的逻辑是 我们大家都绑在同一条送死上 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 所以你不可能只办我 你要办 50个人一起办 而且还有一个是 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 你们不会出卖我 对 那再来问题是 告恩案这件事情 证明的就是什么 第一 下面的人真的会出卖你 真的会出卖 真的 遇到麻烦 如果有危险 绝对会把你卖掉 再第二件事情 检察官跟法官 不是吃素的嘛 你以为绑一条送死 但你看告恩 Jong-an 所以今天如果法官 可以对高恩案这个样子 我只要把你锒番入谊 我只要抓你一个人的话 其他人我都会切割 对柯文哲可不可以账 也可以 那如果他也对柯文哲这个样子 别人可不可以撇心 可以 别人会不会出卖 会的 因为当别人只要知道說 你把柯文哲给卖掉 你把柯文哲空出来 保你平安無事 高文安就是一個最好的案例嘛 王玉文 小兔純最好的案例嘛 那請問他不會把柯文哲賣掉 當然會 所以現在柯文哲最害怕的是什麼 金華鎮這個案件 牽連勝廣 如果有人把我賣掉 我就倒大霉了 你想我才看懂了高文安的案子 原來高文安子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只要你敢把高文安賣掉 保你平安無事 所以你把柯文哲賣掉 你也覺得平安無事緩刑在一起 所以這才是整個起訴的文本 對嘛 那你看喔 而且再來第三件事情 最可怕的是什麼 當高文安這件案件判了 我們講了法官非常強調一點 為什麼高文安要重判 為什麼其他人可以放 因為高文安不認罪 所以你仔細看 柯文哲的說法有變喔 他以前講金華鎮講說什麼 哎呀 那什麼拜託 就陳情而已啊 跟我們醫生接掛號一樣 都滿會有陳情 現在今天不是喔 這個叫做改變說法 他改掉囉 他說對 徒利啦 我就是徒利 但是我沒有違反法律 哪個地方不合法 所以萬元之保立哥 他在準備幹嘛 如果說真的走到 最後案情最終 他搞不好連認罪都有可能 就說哎呀 不知者不罪啊 大人啊 這我不知道啦 我怎麼這樣不合法啦 我想說這樣合法啊 這是競雄的選民部門 而且從這一張照片 這個就是他在接受 專訪之後表情 也太沮喪了吧 所以佩奇說的是真的 我們的柯文哲你看 他整個我們講的垂頭上氣 然後感覺焦頭爛額 我相信他真的晚上沒睡好 絕對是斬轉反 這日夜難眠 看到高文安的案件 你怎麼還睡得下去 結果你看他依序談了三大案 結果三大案裡面呢 所謂的台智慣案 就簡簡的單單的談了一段 然後罵了誰 罵了陳崇文 然後罵了誰 罵了蔣萬安 然後根本沒有解釋 結果他大部分的重點都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講的 金華城這個案件 你看喔首先第一個 他開始在拖人家下水了 說哎呀 金華城裡面有杜氏計畫維言會 杜氏計畫勝益維言會 還有杜發局官員 一大堆人啊 他說什麼 反正呢我們這邊 50個60個 如果我有罪 大家都有罪嘛 有問題的話 至少要抓50個人 目前為止沒有金流 也沒有人稱 有人下指令 寶輝哥你剛才手滑過一個 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我說他真的是 精神重要 不知道因為你看喔 有沒有人問到 金華城金流的問題 沒有 大家都一直在強調說 你柯文哲怎麼會圖利他們 讓他們有20%的容積強 結果你看他說 目前為止沒有金流 這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一個叫做 目前為止啊 所以換言之 難不成真的找得到嗎 不是你就講就沒有金流啊 我就沒有收錢啊 為什麼你要講說 目前為止沒有金流嘛 所以以後有沒有可能會有金流 不知道 然後你看他在第二個 他開始在咬說 哎呀 我跟你講跟杨文科不一樣 第一個題目告訴我 哪裡不合法 所以他現在認定了 自己最有可能被辦的是 如果沒有抓到金流 那就是土利嘛 如果有抓到金流 那就是貪污嘛 那土利罪的話 很講究一個法律要件 叫做說呢 叫違背職務 違背法律 那保律給我問一下 這一句話 屬是屬非 到底真的還假的 當然是假的嘛 因為我們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討論 包括他提供的容積獎率 20%那三項什麼 環境保護啊 插充電狀啊 亂七八糟 有的沒啊 阿里阿達 根本沒有這個法律 換言之 這個沒有法律的依據 而柯文哲 土利他們最後還讓金華城 確實賺到錢 已經完全符合 貪污之罪的土利要件 所以你說 如果按照現行的法律 按照現行的規律來講 金華城 第一個 你根本不符合都根的要件 你就算符合都根的要件 你也不可能拿到這麼高的容積率 所以你已經是跨越現行的法律 如果你要跨越現行的法律 那就要問喔 那五十個人 是不是大家都願意擔 如果你今天有餘溫 所有人都待下來 那跟柯文哲沒有事 可是在高官的裡面就是 只要有一個人不願意擔 有一個人把你咬出來 有一個人說你下了指示 這就完蛋了 沒有 寶德哥絕對不會有這個人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各位你還不記得 在都市計劃委員會 以及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的時候 那時候一堆來自外部的委員 強調什麼事情 說不對啊 這個不合法啊 沒有這個法令啊 為什麼你一直講出來 你柯文哲就是他認罪自白來囉 包括智慧建築城市 綠色綠建築城市 請問一下寶德哥 這有沒有法源依據 這完全沒有法源依據啦 這就是當時為什麼 這些委員會裡面 大家反對他的原因嘛 所以我環環就要問一個問題 如果當檢調早上這些人說 喔 柯文哲說你們都有份喔 因為你們都認同喔 他們只要咬一句 沒有 我們反對 是柯市長說可以按照這三項通過的 請問一下柯文哲跑不跑掉 跑不掉 馬上他就變成高文安了嘛 有這麼嚴重嗎 當然嘛 因為我們舉一個前面 曾經發生過的例子 各位 曾經的大巨大案 有一個人叫做李素德 你知道李素德他幹的事情 一模模一樣樣 他做什麼 他做土地 因為那時候大巨大呢 要我們要講 松菸附近的松山菸廠的土地呢 來進行開發 結果沒有想到市政府呢 來 各位一模一樣喔 沒有的法令 結果他違反法令 你知道違反法令 給他做什麼事情嗎 他讓他50年 完全零收權利金 結果他們後來試算出來說 不對啊 這樣土地的金額 有30億元之多 那請問一下各位 這個案件是不是跟柯文哲 在金華城案件 一模模一樣樣 為什麼 柯文哲是幹嘛 創設容積獎率條例 讓他們可以賺取容積獎率 李宿德幹嘛 明明不能夠不收權利金 結果放任他們的零元權利金 結果讓他們有辦法 土地30億元 而這兩者都不需要收賄 也不需要有金流 因為你只要違背職務 就已經觸犯土地稅 最後李宿德有沒有被關 有嘛 那判刑 判非常重 你看 9年 4多公權5年 所以柯文哲看看 有可能是你的下場 而且剛才講到的 今天大巨大就是有一個人 你去流轉了謝席的規定 你跳躍了謝席的規定 那在大巨大裡面是李宿德 那現在問題是 那今天在清華城 誰做了這個決定 是當時的所謂的 都委會的主委嗎 還是有誰 如果有人擔 有人願意當李宿德 你就沒事了 如果沒有人願意當李宿德 那問題就大了 對 你因為我們講 李宿德至少他一肩扛起 那時候是馬四輔十起 那你想想看 現在如果柯文哲四輔十起 因為他畢竟人都已經不直接上列了 如果陸陸續續的 包括我們講的彭震生 包括我們講的 甚至都委會的委員 各位 太多了 當柯文哲講說 有五十個人 跟我在同一條船上的時候 我想到一件事情不對 因為你有五十個小兔主任 這五十個人 你說你如果只有一個人 兩個人可能太安全了 五十個人一定不安全 如果我訪問你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檢察官說 這個東西柯文哲說是你簽的 你蓋得髒 那你要負責任 你要不要認罪 他馬上講沒有 沒有 是老大叫我這樣幹的 柯文哲自己也承認 他有接受過 甚至我們講的政風會報裡面 還查不到他到底跟金華城 沈青青聊了一些什麼 所以各位 如果最後的導向 大家只要有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把這個鍋推向柯文哲 那我跟你講 他未來就會成為高鴻安第二 好 瑞德 剛剛講的 今天柯文哲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特別提到 你有三大案 可是你特別談到了金華城 你談到了金華城 特別講的 那就是土力了 但是你告訴我哪裡不合法 他也特別講到 做這個決定裡面 有都委會 都發局 甚至剛剛講的 還有五十個人相關的人的 我沒有任何的金流 他這樣子就覺得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圖利罪不需要金流啊 李肅德 請問有沒有查到 一塊錢流到李肅德的口袋裡面 沒有吧 沒有啊 李肅德案子是怎麼來的 李肅德案子是 柯文哲當台北市長以後 不是搞了一個所謂的 廉政委員會去查五大案嗎 一事無成 結果其中有幾位 連政委員 他們就從那個英黨裡面 大巨蛋的英黨裡面 然後呢 就一個一個去聽聽 後來去聽到 其中有一段就是 李肅德講的那一段過程說 啊 那不如給這個 遠雄怎樣怎樣這樣 就是後來起訴判刑的 所謂因為這樣子 台北市長的損失30億 就是從那個錄影檔出來的嘛 就這樣把連政委員 把這一段 然後移送檢調單位 接著就起訴 接著判刑9年耶 一毛錢都沒有收耶 等一下 李肅德只在會議裡面 做了一個財事 這個財事就讓他背了九年牢 我告訴各位 過去台北市政府的 一個相關的案件 跟這個等於說 一個外界的相關一個 合作的興建那個捷運案 也一樣兩個官員 一毛錢都沒有查到 他們有金流一樣判刑耶 誰說圖利罪需要判刑啊 對 圖利罪很簡單 它的構成要件就是 你明知違背法律 然後緊接而來就是說 你這個等於說 明知這樣做了以後 違背法律 你會讓別人 自己或別人 有不法式利益產生 第三個要有結果 就是已經產生 我問你嘛 我告訴你 金華城今天在柯文哲 那麼講出這段話以後 馬上發聲明 說他們沒有這樣 沒有圖利 他們是合情合理合法 是台北市政府 對不起金華城 等一下 柯文哲講 對啦 圖利啊 但哪個地方不合法 把金華城嚇死了 金華城馬上說 他們才是被害人 他們被台北市政府 霸凌了37年 我從頭到尾都說 生意人想要多一點 560%的這個 等於說容積率 他想要多一點到848% 合情合理 為什麼 我之後生意人嘛 我將本就利 我當然想要多一點嘛 可問題是 他可以做這樣的要求 為什麼柯文哲 他們的台北市政府 要編了一個前無古人 後來者 單單這個等於說 獎勵容金率高達20% 給這個金華城嘛 對 重點在這裡啊 而且用了三個 莫名其妙的條件 這三個莫名其妙的條件 昨天我在本節目講過嘛 當時理由是要弄一個什麼 南松山那個園區計畫 對不對 請問一下嘛 除了金華城之外 台北市哪一個建案 有840%的容積率嗎 沒有 有哪一個 那麼哪一個 在這個南松山計畫裡面 對不對 從國戶紀念館 到哪裡到哪裡 哪一個建案可以 那麼比照金華城 對不對 拿到這麼高的容積率 然後呢 有這麼多的這個獎勵容積率 還符合20% 沒有 而且金華城不符合 都更條例啊 對 都完全不符合 都更條例 他們是自己把房子拆掉 那當時 那今天柯文哲的講話就是說 所以你說如果金華城 按照現有的規定 根本不可能 金華城再強調 說聲音言 我當然希望能夠 拿到更高的容積率 但這件案子 讓一般的老百姓 非常生氣 其實我父母 留在一個50幾年老房子 到現在為了那一點點的 獎勵容積率 為了那一點點的獎勵容積率 我們到現在 都更談了十幾年 都談不成 結果你當開業者 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就這樣免費奉送20% 然後理論上講說 因為沒有金流啊 意思就是說 沒有貪物沒有貸金啊 你能夠證實 我有哪裡不合法嘛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 這個要去搜 要去搜索 要去約談才知道嘛 而且根據我所知道 你覺得會搜索約談 根據我所知道台北市議員 不是成立各自調查的一個小組嗎 聽說有前朝的官員 本來拒絕去的 現在願意去了 你知道為什麼 議員也是害怕吧 也是害怕這個事情再滾下去 不知道會變成怎麼樣嘛 所以單就這件事情上面 柯文哲嘴快 他通常吹人 那去吹太糟了 所以他嘴快講出來了以後呢 你還要再幫他塗紙摸紛呢 我不知道 這20% 我也很好奇啊 柯文哲說這麼多的 這個什麼都根審議委員都讓他過 我知道啊 可是問題是 這些人說 開會說讓他過 沒有最後一顆印 蓋下去 我問你 金華成員拿到 這個獎勵20%的 這個容積率 上百億的 這個等於上官的獲利嗎 沒有嘛 都是台北市 讓所有人都沒有辦法解釋就是 台北市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對小力 對那個U-Bike 半個小時免費 對那個機車 免停車 免那個收那個停車費區區 1.10塊錢停車費 他斤斤計較 他還說財團是拿刀叉吃人肉 但為什麼他願意給金華成 百分之二十容積率 就送給他 而且這個所謂的 狗屁不通的獎勵 容積率的法案 只有適用在金華成 沒有任何一個案子適用 沒有任何一家 那這次公司 或是任何一個都更安事用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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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檢察官約談搜索 嗯 希望不是在8月6號 生日那天 給全國一個驚喜